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我们似乎很遥远 平时里也是在电影电视剧里都才能看到 但是今天我们就要去一个追捕现场 追捕的正是一名毒枭 据警方调查得知 前面这辆黑色轿车里头很有可能就有一位毒枭 但是让警方根本没有想到的是 这样一名毒枭竟然会让他们耗时三年追踪几千公里 甚至有三次在他们眼皮的底下神秘消失 这么一位老间巨华的毒枭到底是谁呢 时间回到三年前 从发现这名毒枭开始说起 那这里是广西的防尘港市 这个城市呢有个最大的特色 那就是与越南接壤 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 我们国家大部分与越南的这个边境贸易 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 所以呢一些非法活动呢 也在这儿悄悄的滋生了 2014年一天 防尘港市的这个禁毒支队呢 就从一名县人那里得到消息 最近呢有不少毒品 频繁地从防尘港市的这个东兴市 流向越南 现报讲就是东兴边境嘛 有一个贩毒团伙 交易量大 然后频繁交易 每次起码是十几公斤以上 这么一个量实在是不少 警方相当重视 赶紧就开始进行了进一步的侦查 结果发现这团伙呢 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贩毒线路 广东购买毒品 回到东兴 要下家 帮他把这些货又卖给越南 一个月要去三次去广东的人 一个星期左右就去一次 所以过越南也是 一个月也去两三次 我们可以从地图上来看看 广东到防尘港呢 路程将近800公里 再从防尘港运到东兴 并且越过边境 到越南 这一路上的这个检查港可不少 特别是在广西境内 由于临近国境线 对于车辆检查的还是比较细致严格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团伙 竟然能够屡次得产 莫非这其中有什么警方 都没有想到的特殊手段吗 警方决定 立刻根据线人提供的情报 进行追踪 几个月后 警方还真就找到了这个团伙 叫得上名字的 我们的查到有名字的 十二三个人 也就是说 每次他们往返广东广西 都要出动十几个人 按照正常的思维来说 人多呢比较惹眼 干非法勾当 本来应该偷偷摸摸才是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反其道而行之呢 随着进一步的追踪 警方终于发现了 他们这么多的原因 车辆前后 将变换还有交叉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来看这张示意图 贩毒团伙一行 十二个人 分布在四辆车里头 这四辆车呢 不断地变换位置 前后交叉 前面的这个车呢 起到探路的作用 一旦遇上检查 立刻就通知 后边的其他车辆 更换线路 而后边的车呢 起到保护作用 用这样的方式 确保中间内部车里的毒销和毒品 能够回到广西 能够掌握这样一个犯罪团伙 打通这样一个犯罪线路的人 会是谁呢 不久之后呢 警方的调查有了一个进一步的结果 郑友宾外号细地 1982年出生 广西防城港市防城驱人 正是他控制着这个贩毒团伙 屡次作案 打毒打毒箱 除恶肯定打你的头 没错 秦贼先亲王 但是广西防城港市禁毒之队的基督警们深深的明白 这个郑友宾呢 还真不是那么好抓的 为什么呢 第一 他有作案前科 可以说是亡命之徒 他也曾经是因为贩卖毒品 抢劫 被处理 打击处理过 大案显示 郑友宾在2006年 曾经因为抢劫和邻邦贩毒 被判处有期徒刑 13年6个月 一直在广西的黎塘监狱服刑 2013年8月 由于表现不错 提前出狱 可是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却网络了这么多人再度犯案 说明在心理上 郑友宾毫无悔意 已经是穷凶极恶了 第二 这位兵具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 首先他不直接接触毒品 还有一个人就是说 他也不直接接触钱这一块 不碰毒 不碰钱 这就很难人赃俱获 这也就很难有完整的证据链 来给郑友宾定罪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根据线报 郑友宾这个团伙 很有可能持枪 而且数量还不少 基督工作 所面临的职业风险跟打 持枪寒毒的 一旦打 都是中罪 关键的时候 他就想使用暴力 武装对抗 这样一来 抓捕郑友宾 就显得相当有难度了 怎么办呢 难也得上 正巧警方得到最新消息 4月28号 郑友宾一伙人又要行动了 打算去广东找上家拿新型毒品 他就求急掉了基金 掉了70多万 往广东 他先上去了 这个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接下来呢 警方与郑友宾的第一次交锋开始了 经过一夜的追踪 4月29号下午 郑友宾一行人来到了广东东莞的一家酒店 店内的前台的监控显示 有一对年轻的男女共同办理了入住手续 经过辨认 这名女子就是一直跟在郑友宾身边的女朋友阿敏 而男的也不陌生 正是细地的一名手下 外号被叫做老鼠 没几分钟 阿敏就带着一个穿短袖白衬衫的男人 走进了酒店 这人是谁呢 电梯出口的监控视频呢 能够看得很清楚 他不是别人 就是郑友宾 这下可以确认 郑友宾亲自来了 但是接下来呢 警方发现这个郑友宾呢 真的是脚娃 他自早进入了酒店的708房间之后 竟然再也没有出来过 几天的时间 手下的人进进出出 郑友宾呢 只当幕后指挥 郑友宾躲着不见面 还怎么抓他的犯对证据呢 幸好直到三天之后 也就是5月2号 一个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红衣男子 来到了708房间的门口 其实这个人呢 警方也是早早的就盯上了的 广东上家就是之前跟CD合作的那个雷哥呢 上家终于出现了 看来他们很快就要有行动了 赶紧继续听 果不其然 雷哥在708房间待了大半天之后 下午1点钟 雷哥到电梯口接了另外一个人 这人很明显的背着一个亮黄色的双肩包 再过了半个小时 雷哥亲自背着这个亮黄色的双肩包和同伙离开了 现在呢重点有两个 第一就是那个耀眼的亮黄色的双肩包 可以肯定里边的东西不简单 第二就是雷哥接下来会去哪呢 他与郑友斌将会怎么交易呢 基督警们一路悄悄的追踪雷哥 结果发现了他开了一辆黑色轿车 来到了一个停车场 停好车之后呢 他就离开了 人是离开了 可是那个亮黄色的双肩包 可没有再见着他背在身上 说明包就被放在车里了 另一组的基督警的继续盯着郑友斌入住的酒店 结果发现就在雷哥停好车的一个小时之后 郑友斌一个外号阿石的手下 就背着一个大包 走进了东莞一家银行进行汇款 经过警方监控 这笔钱足足有70万 正好是存进了雷哥的账户 毒贩之间交易讲究的是什么呀 为了防止黑石黑 他们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很显然郑友斌和雷哥呢都很小心 先是雷哥把货留在停车场 然后郑友斌汇钱 再接下来郑友斌就该收货了 当天深夜 折服了多天的郑友斌 终于走出了房门 来到了雷哥之前停车的那个停车场 从雷哥的车上拿走了那个亮黄色的双肩包 之后迅速驾车离开 于是在这一片夜色当中 警方的车很快就追着郑友斌飞驰而去 而另一边在广西待命的基督警们也出动了 他们的目的地呢是郑友斌在房转港乡下的这个老家 据现报郑友斌每次都会把毒品待在这里 休息几天再开始向越南送货 一边是一路高速路上狂追 咬着不放 一边呢是守住窝点 层层埋伏等他归来 按理说这个方案应该是万无一失了 可是警方怎么都没想到 就在这样缜密的包围圈里头 郑友斌却会像是失了魔法一般插翅而飞 从车里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刚才我们说到毒销郑友斌呢 出狱之后不曾悔改 再度组织团伙进行贩毒 短短一年时间就往返广东运毒几十次 贩卖毒品几百公斤 这样的贩毒团伙 必须要迅速歼灭 但是难点就在于呢 郑友斌这个人依赖穷凶极恶 并且持枪 危害性极大 另外一方面 他的反侦察意识很强 难以拿到他的犯罪证据链 好不容易在四月二十八号到五月二号期间 警方掌握了郑友斌团伙赴广东贩毒的全部证据 接下来就等着现场抓服了 曾经久的路线都已经设服了 5月3号清晨 郑友斌一新人的车呢 行驶在广东去向广西的高速公路上 果然他们一路呢 娴熟的躲过了所有的检查口 这两辆接连驶过的黑色轿车 也始终一前一后 其中一辆呢 一直以140码以上的速度 在车流当中传插 显得相当急迫 因此呢 警方高度怀疑郑友斌很可能就在这辆车上 除此之外 还有一辆银白色的轿车 它与两辆黑车并没有开在一起 而是远远的跟在后边 但是警方认识 从上家雷哥那拿来的亮黄色的双肩包 就放在这辆车上 而双肩包里头装的很有可能就是毒品 高速公路上的追逐站 这就这么持续着 因为警方判断 这位宾一伙人呢 应该有枪 强行在高速公路上逼艇很难 也很危险 不知道就等他有钱 大概要两三支钱 因此呢 警方决定 等到郑伟斌一行人到达他防尘港乡下的老家 就立马实施抓捕 郑伟斌家的这个院子有两扇铁门 正门呢 是对着S32省道 侧门有一条小路 走进去三米左右就没路了 此时此刻 这个小小的院子的周围呢 已经布满了警力 按照警方的计算 再过半个小时 郑伟斌就会进入警方的包围圈 到时候他是插翅也难飞 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他本人还没懂得我们公安机关已经准备要对他实施抓捕 所以他的话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警惕性 信心满满 志在必得 抱着这样的心里呢 所有人都在紧张的等待着 叙事待发 可也正是这个时候 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乱了警方所有的布置 因为就在郑伟斌一星人 开到离防尘港 仅仅50公里的青州的时候 他们突然分兵了 那辆装有亮黄色双肩包的银白色轿车 猛然一个转弯 从这个青州下高速了 另外两辆黑车呢 则继续往这个防尘港方向开 这么一来呢 真叫打了个警方一个错柔不及 大家一下子就紧张了 难道是狡猾的郑伟斌发现有人在追踪他 还是他得到了什么其他的消息 那怎么办呢 现在看来人和毒品很有可能已经分开了 追哪个呀 警方立马决定 在高速上追踪的警察跟着毒品 另一路埋伏在郑伟斌老家的警察呢 则原地待命 做出这个决定两边分头行动 不过接下来的追踪就显得有点不一样了 警方再也不能等待 得赶紧拿住再说 这个所以在银白色轿车进入青州市区之后呢 警方决定一旦有机会立即上前抓捕 很快银白色车辆在一家大排档门口停下来了 或许经过一夜的奔波 即使是毒贩 那也是又累又饿 而这正是警方的机会 有了这样的判断 警方立即行动了 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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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他驾驶的这辆银白色轿车上 警方的确发现了那只关键性的亮火色的双肩包 打开一看 全是毒瘾 经过清点 共有冰毒50公斤 摇头丸1万多粒 更重要的是 这辆车上还藏有另外一个大秘密 这个车门的置物阁里头 一把手枪赫然在目 接下来 在车座位前面的手套箱里头 又有一把手枪出现了 两把枪都放了七颗子弹 并且还都上了膛 幸好是抓捕的时机选得好 要不然真对上了 难免会产生一些损伤 实际到这儿 可以说关键的证据链算是全部都找齐了 有了这些毒品 郑伟兵团伙的罪名已经坐实 接下来就剩下团伙的头目郑伟兵了 他会不会像警方预计的那样回到防灯港乡下的老家呢 院子内外 警方仍在屏息以待 半个小时以后 远处路上传来了车子的引擎声 看到他车回到他家了 也看到他们车里面的人下车了 进到他家里面了 太好了 郑伟兵还真的不服众望啊 没有改变他以往的路线 可是就在警方一跃而上的时候 这位基督队的队长突然发现 这个郑伟兵呢 四个人都有三个在里面呢 就是没发现那个郑伟兵 怎么回事呢 明明看见他在车里头 甚至依稀还看到他推开了车门 可是他人呢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 也就是在此时 停在这个阅门外的车子 突然被发动了 而且迅速加大油门 空然而去 原来啊 就在另外三个人都下车的时候 不知道郑伟兵是无意慢了一拍 还是警觉性太强 总之他没有一起下车 而是在车里头多待了一下 也就是这么几十秒的功夫 让郑伟兵察觉到了警察的埋伏 他赶紧把车门锁紧 一流烟的开车跑了 警察立刻就追了上去 一路追到这个村里小路的尽头 警方发现了郑伟兵驾驶的黑色轿车 这车没起火 车门呢打开上 车里的音乐都没关 可是车上已经没有人了 警方向四周望去 并没有郑伟兵的踪影 长达半年的搜寻情报 长达数月的四处取证 长达六天的紧密跟踪 可最后呢 郑伟兵却在警方的眼皮底下 跑了 可以说是功亏一篑 沮丧吗 肯定沮丧 甚至都有点气馁 我们自己认为万无一失 但是由于观察人员 一时的说服 那就给他成功了 不过警方也意识到 这个郑伟兵真不是简单的角色 不但狡猾 还十分的谨慎细心 简直是步步为营 这下如果真被他跑了 以后要抓他 只会更难 所以当务之一就是 赶紧审慰郑伟兵的同伙 摸清郑伟兵有可能去的地方 尽快的再次抓捕 目前呢 郑伟兵已经被捕的同伙有六个 其中两个是跟着他跑腿的马仔 另外四个是核心成员 分别是驾驶银白色车辆 带着毒品的M仔 在阮雪斌跟阮雪斌一起押运毒品的阿石 郑伟坤 在郑伟兵老家被捕的何宝源 以及郑伟兵的女朋友阿民 其中呢 阮雪斌何宝源和郑伟坤的表示 以往他们都只负责从广东运毒回来 而之后呢 郑伟兵把毒品卖到哪里去了 又到了什么地方 郑伟兵从来都不告诉他们 藏毒的地方也是每次都换 你知道郑伟兵去哪儿了吗 这个也不懂 没想过这个 你估计他会去哪儿 估计也估计不像 他平时出租又在哪里 他为何我们说的 东京的话有几个出租屋 这一次你管这批毒品 我就告诉你 叫你放到哪个出租屋里面去 它不固定 那边三个人不知道 现在就只剩下郑伟兵的女朋友阿民了 如果说还有一丝可能找到 郑伟兵的希望 那就只能是靠阿民了 因为据了解 他跟郑伟兵的感情还不错 据郑伟兵的同伙交代 半年前郑伟兵无意当中看到阿民 就一直念念不忘 后来得知阿民还是个16岁的小姑娘 郑伟兵也是照追不误 对我特别好 就一直追我 从那种小细节关心我的 懂照顾我 包容我 我一生气 都是谈人错 我就觉得可以做男朋友 阿民表示成为恋人之后 郑伟兵对他也是相当好 甚至呢都从来没让他知道自个儿独消的身份 你不知道郑伟兵做了什么 之前我一直都懂 他是做恋人家剧的 不过我有要求 去看过他的电脑 每次都叫我不要管他这些事情 那你有特意的去观察过他 或者在问他那些事情 就问过一次的 我就信他了 郑伟兵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 很好 很爱我 可能让我什么都信他的人 对于突然被抓 阿民都觉得很吃惊 在他看来 这一趟广东之旅 不过是郑伟兵带着他去买衣服而已 在警方调查过后 认为阿民的话有一定的可信度 当然了 也因为阿民还没有成年 所以阿民就被取保候审了 事实上 阿民的回家 还被寄托着警方的另一个期待 什么期望呢 郑伟兵不是对阿民还挺有感情吗 那正在逃亡的 他会不会联系阿民呢 即使郑伟兵有多么的狡猾 但是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可以说 这也是警方最后的一点希望了 这点希望能看到曙光吗 两个月后 一条消息直击防尘港市禁毒支队 每个人的心脏 一直待在家里的阿民 突然不见了 而与此同时 警方还监控到 在广东曾经出现的那个红衣男子 郑伟兵的上线雷哥 来到了广西青州 这意味着什么呢 基督警察的直觉 那是非常灵敏的 他们知道 这是郑伟兵 耐不住东左西藏的寂寞 又要再度兴风作浪了 这就好了 不怕你坐腰 就怕你暗门不动 很快 警方就来到了青州市 突然在电梯 监控就发现了他们 几个人已经下楼了 尸体快出来了 带了三个妈 还有个女朋友 消失了两个月 郑伟兵终于再次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所有人都有了松一口气的感觉 而这次抓捕也就更迅速了 从宾馆出来 警方就直追而上 最后把郑伟兵和他的女朋友阿民 堵在了一条死胡同里头 大家已经按耐不住的提前开始兴奋了 这往前无路往后是追兵 就不信郑伟兵还能逃得了 如果事情真如大家所想的那样 那么抓捕郑伟兵 也可以画下圆满的句号了 可是有些事情之所以离奇取得不可思议 就在于此 这次根本不可能逃掉的郑伟兵 居然再一次消失了 那你能相信吗 别说你了 这个防战港是进度支队的全体警察 他也不相信 可这样的事情真就发生了 郑伟兵再一次逃之夭夭 并且是在警方直径不超过10米的包围圈里跑掉的 要问他到底有什么通电本点是怎么逃出去的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三次消失的神秘独角的下集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几年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呢 欢迎你通过屏幕上的留言方式告诉给我们 后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